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寻梦武当 近年来武当山悄然兴起了一种新的养生系列方法 叫做碧鼓养生 那么为什么叫碧鼓养生呢 它究竟又有何功效呢 这种功法是否来自于古老的道家养生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探究这种神秘的养生之法 2016年春天 武当山山门内的武当国际武术学校 悄然迎来了十几位客人 他们来自于香港 广州 河北 内蒙等地 是来参加武当单道碧鼓养生学习班的学员 安顿下来后 学员们首先来到了一所教室内 在这里不仅有老中医为学员现场把脉 还有工作人员给他们测量血压 血糖等健康指标 主持这次单道养生培训班的 是国内著名的武当单道养生专家陈和元 他首先为学生们建上了武当单道养生的历史渊源 我们武当单道是全国第一家申报成功 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在这个遗产民路上有这个武当单道 这在全国把道家的内单学 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第一家 从学员们的状态看 他们对本次培训十分认真 依次找中医把脉问诊 询问自身身体状况 壁骨究竟是何来历 和中医又有怎样的交集 这让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 陈和元道出了壁骨的渊源 壁骨是道门里面 它必须要修炼的一种方术 壁骨术 壁骨术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然壁骨 就是单道修炼的过程中 这个道人们在 炼到一定阶段了以后 它会出现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是金满不识银 气满不识 食 神旺不识碎 这三种状态 那么壁骨是处在 这个气满不识食 这个阶段 气满了 人体都气满了 它不想吃东西 这就是自然的壁骨 那么这个壁骨呢 跟这个单道修炼呢 它就是一个方术 就是单道修炼的一个方术 要靠这个单道修炼 来促使我们这个单道修炼 来尽快地成功 武当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 在八百里武当的群山之间 到处流传着有关神仙和高道们修炼养生的传说故事 从古至今 生活在这里的道人们 依然固守着千百年延续下来的清修生活 并且从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养生思想中 总结出了许许多多的养生方法 壁骨就是其中之一 壁骨说通俗一点 就是在一段时间里不时无骨 有人称之为断食疗法 这和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 节食减肥有些类似 不过 作为一种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方法 壁骨却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断食 在中医它有一个说法 就是人的营养完全是消化水骨精微来充养 充养你的血液里面的营养 如果人没有营养的话 你很快人体就会很衰弱 四肢无力 头发晕 浑身没劲 就不能干活了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 是不能饿饭的 不能饿到七天的 但是在道家的指导下 特别是在有一些民师的指导下 你可以饿到七天 因为道文里面讲 就是七天为出关 壁骨的出关 四十天为中关 一百天为上关 那就是人可以饿到一百天以上 都没问题的 据道家史料记载 壁骨源于道家养生中的不食无骨 是古人常用的一种养生方式 它源于先秦 流行于唐朝 从古至今 作为道家修炼和养生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壁骨养生法 在武当山一直被道人们所推崇 所以如今许多重视养生的寻常百姓 也开始走进武当这座仙山 来寻找这种古老的道家养生之术 在中医看来 壁骨其实就是道家修炼内丹 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内丹来说 主要的就是这个 缺病 一样是健身 这个增守 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增守 你能够延长你的寿命 因为你把病去掉以后 你没有病了 那你不就活着时间长了吗 人的死亡不就是鼻磨缠着吗 你把这个鼻磨去掉了 你当然你自然就首先活着要长了 所以主要这个养生呢 它主要是想修身 必须休息 幸好者 必须健身 身体也没有疾病 你自然就长守 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们 在老师的引领下 开始了壁骨功法的练习 这些功法以彩气和导引为主 称为派遗彩气法和五行装 每天早上 就在武术学院的广场上 大家都跟着陈老师一起呼吸吐纳 你实际上是这样咽气 这样拉开 是行气往下走 是不是 一边吸气一边它就下去了 又往下压 往下挤 采气和导引 是避骨断食 每天必修的第一堂课 道家把这种养生方法 称之为避骨拾气 这是一种绵长柔细的呼吸方法 它源于仿生吐纳 所以又叫做龟西 道家认为乌龟之所以长寿 是因为它懂得食气 气在人体内循环不止 不可或缺 山海经皇帝篇中记载 裂谷摄山在河海周中 山上有神人烟 西风引路 不食五谷 心如渊泉 行如厨女 这似乎就是最早的壁谷记录 在陈和元看来 采气是壁谷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食气就是让我们的人 就是在不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感觉到不饿 可以把你的胃撑起来 膨胀起来 那么你的胃如果不膨胀起来 它的胃粘膜会贴到一块 进行摩擦 它胃蠕动的时候 胃粘膜摩擦 摩擦以后就会产生烧作感 那这种烧作感就是饥饿感 非常强烈的话 非常严重的话 它会出现胃穿空 很危险 那么为了让这个胃 把它撑起来 那就是食气 同时空气中的 微量元素比较多 那我们食气的话 它可以治饿 可以增加营养 道家认为 气的运行包含着 人体最深奥的秘密 古籍中曾有记载 食肉者勇敢而汗 食谷者智慧而巧 食气者神明而寿 不食者不死而神 因此 在壁谷之时 道人们大多会通过 采气和导引等 调整呼吸的方法 来保养身体 我们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 就是人在饿饭的过程中 他的血指数会降低 血指数降低 那你的血液减少 那这时候很危险的 你血液不推动的话 你比如说会出现 大面积的脑微术 心血缺少 心脏就会出现 心脏有毛病的人 就会出问题 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为了使这个血液 不凝固 不愚致 你必须导引 所以这个导引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 壁谷养生 也是道人在修炼过程中 修炼心性 平和心态的一种方法 是道家克服 食色欲望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也是为了 集中精力 心无旁骛 修炼长生之道 对于壁谷养生的原理 常人似乎难以理解 然而 在中医看来 科学的壁谷 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 反而对身体 有益无害 因为人生 它有这个 宣天和后天之分 这个宣天的这个 整体是 从阳台带出来的 那么这个后天的 不及是这个 无故之气 那么人呢 从开始出生 都知道要吃东西 吃东西 年长月久 在这个畅导的 有些急吃 比方说 这个人们脸上啊 正合斑呢 这就是这个 内风比失调 它有这一类 急吃色印起 这个你把这个 急吃一拍出去啊 这面润呢 马上就 环然一新 皮肤都感觉 滋润 光滑 有色彩 壁鼓的神奇 在短短七天内 就体现出了 惊人的效果 学员们的变化 让人难以置信 我发现呢 我练了 那个彩气图啊 跟五行装 身体呢 有很大的改善 身体表面 好像 那个气色啊 好像那个 急甲的那个 翻页板啊 都走出来啊 好像那个视力的问题 以前我五十多岁的时候 是要戴那个老化眼睛的 现在所有的眼睛都硬掉了 我看报纸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还有 练了五行装以后呢 觉得那个体力呢 就比以前更好 一天一天好 现在我好像 不像一个六十一岁的人 到第八天 这个体重减少了 大概四公斤 另外呢 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啊 比以前畅信很多了 夫妻很好 以前那个夫妻呢 有一点稀稀的幸运啊 这个气管可能收起来了 但是现在好了 很奇怪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东西捡了 捡了大概七万一半了 随着武当山旅游经济的发展 武当养生问道 逐渐成为海内外追捧的热点 来自于道家传统养生的 壁谷树 如今在诸多武当弟子的传承下 正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 成为新的历史时期 追求健康长寿的新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风从山中来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了解更多栏目信息 请登陆实验网络电视 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